Hi! My name is Kaiyuan 今天來到我們整理攝影師房間的第五集啦 那我們今天要來整理我們身後的控光設備 就是有燈具本體啊 有反光板 螺光罩 控光幕之類的 那我們就把它放到該有的位置 那我們也順便整理一下我們這個小小白色的桌子 讓上面的東西清空 讓東西也放到該有的位置 那我們就直接開始吧 OK 那清理完成啦 那我們現在地上有很多很多的器材 你看像有600D Pro 然後兩個300D 還有各種的控光設備 那我們這邊有各種不同的螺光閃 有比較大的 像是有120公分 我比較喜歡這種 這種是用雨傘開的 就只要撐開 就跟雨傘一樣輕鬆 不會像那種其他的螺光閃 還要一根一根慢慢插 那樣子的效率比較低 那還有這個比人 它要高的攝影反空板 後面還有兩個機械的物理影像穩定器 那一樣 我們整理房間最終目標是 把器材單整理出來 因為我的攝影器材太多了 就如果有人要跟我出器材 我很難告訴他 我有什麼東西 所以我想要盡可能的把我們器材單列出來 這樣就很明顯了 他想要什麼就可以直接跟我要 那我們就直接來列器材單囉 OK我們把我們這一個角落的器材單列出來了 差不多多了這一小段 那我們上面已經列完了超多東西了 好啦那我們就盡快把我們器材單快速把它解決 那我們接下來就要把我們器材 想辦法整齊的 有條理的放回到這一個小小的空間裡面 OK那我們就快速的來分享一下 那我們這邊原本有一塊大木板 白色的大木板 我們就把它拿走 這樣子這個櫃子才可以打開 好那上面原本有那個燈這樣子夾著 那線是這樣垂下來 我們把它掛到我們線的整理的地方 然後你看這裡還有一個ACDC的電池 還滿好用的啦 好那我們接下來看一看 我們就把控光設備就把它丟到一邊 然後我們的燈兩盞還在裡面 那600D在我的身後 它就是比較常用的燈 那300D比較是出去的時候 需要比較多盞燈的時候才會帶 那這兩盞就放在這裡 好然後上面就有一些柔光木 我覺得也還滿好用的 然後我們的鋼琴跟小提琴 就放在我們的影像穩定器上面 就主要的位置都是一樣的 只是我們在想說 欸我們在整理我房間 最後這兩面櫃子的時候 應該想辦法把它塞進去 就變成這兩個影像穩定器的部分 可以把它放到櫃子裡面 這樣子這裡會比較乾淨一些些 然後還有一個電子影像穩定器 Rone M也在這個氣密箱 我也想辦法要把它丟到櫃子裡面 那就是下一集在思考的問題啦 那我們這裡原本有一大碟的書 還有我們的背景布 超大背景布 我們在想辦法塞到櫃子裡 反正那個就是下一集的事情 那我們這邊就大概整理好 清乾淨這樣子 完美的狀態 上面還有兩個小夾子啦 好 就這樣 OK 這我們整理攝影師房間的第五集啦 那理論上還會再拍個兩到三集 因為我們後面的櫃子其實頗亂的 而且頗多東西 我們偷偷給大家看一下 就真的是頗多東西的 好 那我們今天就先到這裡 因為我要出去開個會議了 是 我們剛才的一個� straighten 我們現在起床 有機器 對 來,不適合